现在就是全岛都停班停课 除了金门以外 包括了刚刚大家提到的 这个卢秀燕台中市长 因为他可以说是他 访问美国这个行程 其实连访问都还没开始 好不好 来看到他在每一时间 七点半往七点半抵达了西雅图 紧急会议之后跟幕僚开会决定 独自返台 好那卢市长说 我赶回来了 在美国前后只待了几小时 把他算过了大概六小时 只希望赶在台风习台前 回台中和市民同在 他说机上和留守人员讨论之后 宁愿小心一点 宁宽勿松 所以才会在最后一刻 宣布放台风架 好他凌晨四点钟 反抵桃源机场 今天一大清早八点 整个人已经坐镇在应变中心了 好那我们看到 媒体员樊启明就说呢 他的美国行从十天 缩短成不到十小时 足以成为台湾防台政治学的 一个新记录 那当然很多网友就按赞啊 把人民放在心中 给卢秀燕一个赞 当然也有人说 这是不是要刻意讨好中间选民 好但是呢 这个凡请人就认为 这是在致敬绿营对手 可能的攻击 那么同时其实你看到 有很多人就说 哇这个高度可以选总统了 那么是不是呢 这也是一个2028的起手势 所以我请教亮哥 童秀燕能不回来吗 不回来准备骂爆 是一定啊 因为我们制度就这样设计了 那个由县市首长来决定 要不要放假 那你既然是在这个制度下 你自然而然就要承担 所有的罪过了 知道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制度 有点怪我们台湾唯一啦 我跟你讲 所以每一次台风来就是这样 就是搞这一出 没有人这样搞的啦 我们台湾放一天台风价损失多少 你知道吗 大概接近200亿 那明天再放一天 那就400亿 那而且有些人股市要周转 对 对不对 有些企业 对 那银行也没开 他要领钱 对不对 所以那还有订单 我们是出口导向国家 那人家要发订单就有贸易公司 不能上班 休假 所以 你看那个日本 日本就不是这样啊 他由最基层的单位自己决定啊 公司啊 学校都是这样啊 那我们的县市长就是承担了 不合理的压力嘛 他又不是气象专家 而且 你所管辖的 县市那么大 你怎么知道每一个地方的状况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郑元凶就会有南港山区的情报啊 这个 这个一般人哪有啊 对不对 那卢学院哪里会知道台中有那么多山区原住民的地带 对 所以他当然 关心老百姓 他就会觉得他要回来作证嘛 那减少一份损失减少一个伤亡 他都认为是他的责任啊 对不对 不然理论上啦 事实上副市长也可以坐证指挥中心啊 那提升到一级战备啊 那他就是放心不下嘛 这个坦白讲就是他的个性啊 所以就是我们说是妈妈型的啦 所以 可是坦白讲这个制度真的不好啦 我说实在啦 这个制度应该朝野重新来定啦 比如说香港 香港就看几号风球啊 对 就决定要不要放假啊 对 对 对不对 对 而且日本这样也对啊 让学校公司自己决定 我跟日本人谈过这个问题啊 日本人说 哈 有整个市都放假了 他连听都没听过啊 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在放假了 对 日本是不放台风假的 日本大部分都还在上班 对 他们不放台风假 对啊 所以我就说 除非你是强烈到喔 你出去就立即有生命风险 不然他们就觉得责任自负吧 那了不起是学校决定 因为 小学三嘛 国中三嘛 现在放暑假啦 那我觉得你在这个制度下 你作为父母官 那你就是负有这个责任啦 我相信你接下来会看到 卢修院去跑灾区的尽头 他就是这种人啦 那你到时候 这个不可能没有灾区的啦 那你就会看到他长途跋涩啦 跑各种地方啦 那以这个台风的这个强度啊 我看那个灾区有不少 全台湾 全台湾灾区有不少 因为我真的 真的很久没有听到 细子南港内湖要注意了 如果连这里都要注意 而且这边建设还算比较好的 那是农业部发布的 对吧 你如果在其他中南部 有些建设没有那么好的 或者有一些房子 盖的比较随便的 那个很容易有灾区的啦 真的 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地震 又这么频繁 对不对 最近地震又那么多 这一震你很松啦 很松啦 补充一下我们阿亮哥的 一个评论分析 就是我们太久的台风没来啦 对 那有一个在专门在报 那个铁工生意的朋友就说啦 他说 一千我们大概每一年都有台风 所以有一些生锈啦 铁工啦 铁皮啦 经过台风考验你以后 很快就换信 对 就太久了以后 你根本不晓得 这些铁制品 屋顶啊 能不能撑得住不知道 所以可能这种 出现问题的激励会更高 那这个如果家里有这种 什么铁屋檐啊 什么铁 什么看板的啦 等等啊 可能要加强一下 另外呢 我们即使我们的制度 本来放假这个决定 是行政院长决定 就印象中是 是有一次 某个行政院长 就下任停班停课 就那时候就很麻烦出来 有个地方台风很大 下大雨 有个地方攻合日历 然后两边都被骂 他才受不了呢 就说好 那可能各县市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就下令给各县市来负责 我觉得 事实上县市各区也不一样 这有点麻烦 考虑态势麻烦就很多 区长决定 那就更麻烦 很多区长不是民选的 某自本说真的下放给各单位决定 真的是这样 但是台湾民情稍不太一样 因为已经大家习惯这套制度 我相信没有人敢去改他 推到县市首长已经是极限了 你放也被骂 不放也被骂 但是你放被骂的比较少 所以大家宁可错放不能不放 没错 然后这是放假问题 然后卢秀燕这些地方首长 刚好阴公在国外 要不要回来也是个问题 那不回来行吗 林佑昌2017年的时候 当时我印象深刻 被骂的超惨的 泥沙台风清台 林佑昌当时是基隆市长 他在蒙古参加亚太区同军大陆营 好结果就一直被骂 你漠视市民 但是呢 他听他说 听到台风逐渐北移 赶快安排提前回国 好 所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 赶快去视察 那林佑昌有解释 他说出发前就评估 当时气氧预报指出 台风是30 31号才会影响台湾 同时他就预计29号就会反台 没有想到 台风来得更快啊 所以这次出国遇到台风 提前来袭 他说他愿意承担啦 也希望大家了解 这次出访什么是代表 国家出行活动等等之类的 对 所以历史哥你就觉得说 像这些东西 都很不健康 都是民粹 都搞成政治恶斗 我认为第一个 这个行政院人士总处 有一件事一定要做 就是开启 所谓全台湾的防灾台风客 所以第一个要请 就请戴力康老师 好不好 去努力的帮大家上课 所有县市长 要考核你知道吗 每年还要回训 而且以后要颁证照 就是这个考试院来 这个做证照叫什么 叫做台风是否准确放假证 这样才不会每次这个搞的 就变成说到底台风 是我放不放作秀 还是要搞民粹 笼络选民呢 因为刚才亮哥也提到嘛 两百元啊 像今天早上 我赶快跟我这个小编在通话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想放假 可是放假 大家也知道我们做媒体的 你放假一天没骗 那对YouTube推送又不好 那你这放还是不放呢 所以最后之后怎么办 公读生放假在家帮忙剪片 正值的 在家上班 正值的等一下我这边下完通告 我去开车去他家栽他把这个 他至少他中间不出意外 不能算我的吧 你只能这样子啊 你这个是道义之词哦 至少他有权利不上班 对 真的哦 其实他如果在家上班的话 据说就不算加班 因为他其实是 等于说在家连线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正值说他这个没有办法 他没有软体可以用啊 他一定得来嘛 所以我们只能这个样 所以难怪中好企业5年要倒99% 这个我已经非常理解这个状况 但是话说回来啊 其实李用叉这个事情 我是同情他当时 因为他回来 红胎走走啊 是要视察什么啦 对不对 那视察还不定是要市场到 当然市场到 其实刚才这个 那个亮哥跟徐长提到一个关键 因为资源在你手上嘛 本来就是说你要用在哪里怎么去决定 其实我们应该回到政治人物的最根本的逻辑 首长的工作是什么 首长工作 我不坏乎两件事 扛折跟决策 对不对 这个决策我来扛 这个错误我来扛 好是你的 坏也是你的 所以你要怎么决策怎么扛折 那防灾时候最关键是什么 防多少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几个嘛 成本嘛 我们做任何事情决定都有机会成本嘛 防得多机会成本高 你要牺牲很大 防的扫带一旦出事机会成本也高 所以他就在那边权衡这个事情 所以怎么去做 那做得好 等一下应该会提到嘛 就是变成赖神 做不好就变成赖半天 叫做赖神圈筒 就他有一个这个牺牲跟拿捏的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点上 好 那回过头来 其实我昨天忍不住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今天我刚好在前面节目 我也是讲 有说啊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台湾 事实上是被民粹绑架 就说不管颜色 为了台风取消既定的外访行程 尤其是去访美是很重要的行程 其实本身是很不健康的 所以如果今天市府没有市场就停摆 那更不健康啊 所以这不是卢市长的错 是因为我们政治民粹化的恶果 那拿首长不在家来恶斗嘛 你看当时打林右船也是蓝的啊 但是呢 过去打韩国瑜 那也是绿的啊 我在高雄的时候看最清楚嘛 就大家是这样打来打去 败来败去 其实长久下来就不健康 当然你说谁起头了 我们之后再说了啊 但是这个结果就变成是 不管主客观条件如何 只有市场作证才能应付台风 那我们的专业市政团队在民粹时代 基本上像是花价值啊 功能不好 所以就昨日移营今日果 持等业障 台湾人共同受制 可悲更可恨啊 这是我的一个感叹 但是我必须说啊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贪官要兼 你清官只能更兼嘛 贪官新发虚 但是他装得像清官 所以你清官之后 你本身清廉 你还得怎样 做官新娘吃饭 你还要怎样 头好壮壮 muscle muscle 还要跟他对抗 这个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 其实理论上台风来的时候 三件事嘛 根据事实做多少事 但是还现在还要加上一个 要表演多少 嗯嗯 这就是当代政治学 全球民粹化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美国最明显嘛 美国的这种表演政治 那更是出神入化 比如说最近那个 川普的副手J.D.Vance 我们都以为他是铁锈带 嗯好可怜啊 对不对 父母离异 然后呢 妈妈吸毒 哇这真的 结果大家知道吗 他读完这个法学院之后 他进的是风投公司啊 他的风投公司 背后的大佬是矽谷大佬 是PayPal邦的 马斯克他们那些共同创办人 投多少钱在他身上 他根本亿万家产再生 可是他还说 我好可怜 我来自Ohio的乡下 乡下人的悲歌 他是乡下人的凯旋之歌 这就是我们今天政治学的一个现象 所以回到了前面来说 其实今天卢秀燕 不上去也被周一括骂 上去也被骂 我今天刚好我就有去海巡一下 这个各大论坛 然后下面 骂卢秀燕的 尤其青鸟仔在脆上面怎么骂 你知道吗 怎么骂 叫你不要上去你来上去 现在急急忙忙回来做秀 对不对 做秀燕 上去也被骂 不上去也被骂 不然是要怎么 但是这个就是现代这个状况 所以我是觉得啦 反正今天卢秀燕立下一个标杆 我同意凡起民的看法 也就是说 既然要上去又要下来 那就这样照着做吧 以后这就标杆了 所有政治人物遇到台风 通通禁止出访 那这样最好 大家都不要吵 要不然就像刚刚亮哥说的 把他下放 可是这里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更复杂的 台湾现在台风就有多乱 各位知道吗 今天全台一起放是好事 因为呢 你居住的县市放 你可以不用上班 你上班的县市放 你可以不用上班 你路过的县市放 你也可以不用上班 那我问你路过怎么定义 那如果说路过 比如说你从桃园到台北 你平常走的路是林口 所以林口区有放 那你是上班也不上班 但是老板一定跟你说 那你可以走三峡啊 你可以从树林那边过去啊 为什么不行 那要放还是不放 所以这太混乱了 那这就代表什么 这个就代表说 在台湾的民粹政治恶斗当中 把所谓的责任丢出来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想赌博 就像赖神一样 拿全台湾老百姓来赌 两岸问题 把这个风灾的机会成本 拿来赌政治前途 做得好赖神 做不好赖半天 所以我觉得卢秀文 今天选择的这个道路呢 其实也是立下标准 既做时事要防灾 关心随时的动向 另外呢 也把表演弄出来 其实这也给在里党 一个很大的一个借鉴 就是说在里党的 尤其像国民党过去常被骂嘛 嗷啊都不要酸团啊 就你做好事 你也必须宣传 而且宣传的 比那些不做事的 更彻底更大力 否则的话 再讲一个小故事 当年陈其迈曾经演过一出 他当副院长的时候 他穿的青花装 冲到永安渝港说 永安渝港淹大水啦 新闻都放出来 就后来通通下架删除 或者把那个修改 为什么 因为永安渝港没有淹大水 最后你知道吗 在地线怎么把他拍 给他拍一个过曝的这个 就是他好亮 背景都是黑的 连他旁边的手掌都是黑的 因为不能让人家发现 其实没淹水 他还穿青花装 他还是来作秀的 这就是一个可悲的地方 但是我想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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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在里党一个借禁 这一次卢秀燕确实 我觉得这个表现是好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卢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卢慧协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卢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卢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卢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